今天是11月16日,星期二 過去兩天的市,基本上的形態和格局是一致 上星期五,指數是先高開輕輕突破20天線 最終反覆,收市那一刻是上升的形態 昨天一樣如是 先看看昨天的情況 同時,恒指先高一百一十點到二萬五千四百三十七 之後曾經一度高見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三 但沒有法治再推進了,成交金額不配合 之後的市又開始反覆 一度跌到二百五千零三十,是倒跌九十七點 還好的就是沒有跌穿五十根線,也沒有跌穿十根線 簡單來說,整個技術上斷定等升的形態 直到這一分鐘沒有變 直到最後就收在二萬五千三百九十點 相對上星期五來說,是輕輕升了六十三點 但有一點美中不足,就是成交金額 上星期三開始的反彈 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三日 成交金額都要一千三百幾億 但昨天一縮,縮到內側一千一百八十五億 即是你去到現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你的成交金額不單止沒有增加,還要退縮 那你市的動力就不夠 你不夠,你怎麼可能作進一步的推進呢? 其實真的很尷尬 因為以昨天收在二萬五千三百九十點來講 是穩守在十天和五十天線上 而且距離二十天線都是相差四十六點而已 但最關鍵的就是今個月二號的高位 是二萬五千六百三十九 其實都是等一個信號 如果指數能夠踏破今個月二號的高位的話 我不管你,11月剩下的交易天哪一天踏過都好 整個11月的市場 將會扭轉成為先低而後高 十月份的市場是先低後高 即是連續兩個月出現一個上升的形態 也都引證了一個結論 由十月五號的低位,這個是全然的低位 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一點開始的反彈 即使這個不是中期的反彈 甚至乎不是一個中期的升浪 但最低限度都是一個比較像樣的反彈潮 由六月二號跌到十月五號 跌了整十六個星期 那時一個反彈潮正常一點 八到十個星期很閒的 由十月五號開始這樣計 就是這個反彈潮可能要伸延到十二月初旬 這就配合了一個論點 就是機構性投資者去到年底 略作粉飾,稍為做好一點點 所以令到市場的氣氛稍為有一點回亂 不過要說的是,這一陣的反彈 只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絕對不是升浪的開始 你只看成交減壓已經知道 況且股份的走勢真是很個別 好像昨天這樣,騰訊咬著四百九十元 坐根的水平都略為偏穩 唯獨是阿里巴巴和美團略為大遠 好了,傳統藍酒方面又怎樣呢? 友邦這兩天就好一點點 上回85個領 唯獨是匯控、中兒童略為大遠 一眾恆指成份股的走勢這麼個別 你的市場不可能快放 事實上,指數要去到25,639 挑戰今個月高位再向上推升 你成份股一定要大部分都同步閒視 一部分權總股份稍為硬正 另一部分權總股份稍為反覆大於 你指數不是原地踏步 如果你不看移動線,可以看另一個指標 就是今個月的高位是25,639 跌到24,481 中間有一條線就是25,060 很簡單說 指數如果在25,060 就是今個月的上半段 反過來當然是下半段 如果看大市有機會挑戰高位 當然是在上半月走的比較好些 好了,升展有一隻衍生工具 和大家參考 Bilibili的Colon 29795 行使價是7,859.38 到期日是2022年的3月都比較長 有效槓桿大概是4.1倍 昨天Bilibili收在677元 而29795就收在0.153 給大家參考 如果Bilibili的股價能夠上升到807元左右 29795的價格是有機會跌到2.9 前座的升幅大概有89.5% 反過來,如果Bilibili跌到625元 這隻29795也可能跌到0.102 有33.3%下降空間 大家留意 哇! 存在一張 有幫我 不悠久 有承遊 感谢观看